为庆祝母亲节的到来 仁爱乡中正国小 今日上午举办的母亲节感恩活动 邀请了村内母亲到校园共同参与 盼在这有意义的活动中 提升亲子情感 社区与学校也能彼此共荣 现在社会里面 逐渐的把我们以前 百三校为先这个观念 逐渐的已经没落了 那我们借由这个活动 让亲子之间在互动里面 让母亲能够感受到孩子 对妈妈的一个爱 那也能够将我们学校 社区以及家长 这个沟通的管动 能够更加的完善 看着小朋友努力为这次活动 所准备的舞蹈 台下妈妈的脸上一直都是充满了笑容 学校的用心 家长是非常肯定 我们学校也特别出刊了 我们母亲节的一个刊物 就是感恩之恩喜福的一个 母亲节特刊 让我们的母亲能够了解学生 对母亲的一个关怀 关心以及爱 那借由这个特刊 更能够将亲子之间的感情 朝向和谐融洽的一个气氛来进行 中正国小这次举办的母亲节活动 很有意义 也很棒 这样子能促进小孩子 跟一些家长这样子的互动 身为做母亲的我 真的也替孩子感到很骄傲 孩子与家长们开心的合影 让现场是充满了温馨 老师希望小朋友透过歌曲舞蹈 来表达对妈妈最真诚的感谢 让亲子间的感情更加和乐 从小到大都是妈妈照顾我们 我们是妈妈心目中的宝贝 但是等到有一天 孩子们渐渐长大 那妈妈也会慢慢变老 到时候呢 要换妈妈来做我们的宝贝 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照顾妈妈 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母亲节的活动 让孩子学会用歌曲 用他们自己的言语 用他们自己做的礼物 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 是非常有意义的 副医长潘一泉肯定学校的用心与办理 也希望学童们能记住师长与家长的教诲 时刻感恩与感谢 也祝为家庭付出努力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民意新闻蔡英杰 仁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